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又回到我們每天的小遊戲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玩我們的皇室戰爭囉 那上一次的話呢 哲平是打到2300個獎盃 打到第八階了啦 那最近的話其實都在練卡 所以就是慢慢的讓獎盃一直降下來喔 其實就是在拚命的來磨合一下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組合 哲平在慢慢的調適 看一下哪些隊伍是哲平比較適合的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好像是因為有新再季打開了 所以最近的話呢 好像又有一大堆就是 上面的人就是有降下來的感覺喔 所以就是還蠻多那種很可怕的隊伍出現喔 最近打那個升階賽的時候 其實是蠻可怕的喔 那今天的話呢 要來跟大家拍什麼東西呢 是因為最近的話 哲平當滿八等嘛 那八等之後呢 就可以參加皇室戰爭的一些活動任務囉 那最近的話呢 是有這個衝刺更高的競技場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打一下競技場喔 那基本上我們競技場分為三個階段 一個是一階的競技場 三階是二階的競技場 三階是三階的競技場喔 那基本上 一階的競技場獲勝三場之後 都是可以解鎖二階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打一下我們一階的競技場 看一下是不是能順利的解鎖一下我們二階的戰場喔 因為基本上 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打贏 那基本上裡面的話 好像是沒辦法就是 沒辦法給你用自己的牌組了 所以就是要用裡面這些隊伍來挑一下喔 那其實有觀眾來跟哲平講說 一些不錯好的隊伍啦 不過這邊的話 哲平目前先自己來嘗試一下看看喔 基本上哲平會帶上我們的小哥布林投手喔 因為這次的話也是對空角色 那 獵人當然是哲平的愛角色 一定會帶 那再來就是 這邊的話 其實大家的套路都差不多 其實都是只有這些牌可以用喔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帶一些比較能防的吧 巨人阿 火球阿 然後再帶一些我們的小皮卡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他是推薦我們這個 哥布林木桶啦 那這邊的話 我們也帶個哥布林木桶好了 然後 萬劍也帶上去 那只剩下最後一隻的話 我覺得這邊的話呢 欸 恩 阿 恩 是我的話我應該會帶骷髏海啦 因為比較好解一些東西 我會打的比較順手一點點 所以 目前來說的話就先用這套隊伍來挑戰看看喔 畢竟我們是要打個三場勝利 才會解鎖第二階吧 那我們就先用這套隊伍來打打打看囉 一階競技場 拉斯哥布喔 那其實我觀眾已經很好心的幫我整理出隊伍了喔 不過目前來說的話 我先用自己的隊伍打打打看 那其實也有一些觀眾推薦哲平就是說啊 你不要用拉的 就是因為我之前在放 放我們角色的時候都是用拉的喔 那他現在推薦的是我們就是 不要用拉的 要用點的 用點的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點的話其實會比較好那個 比較好去 就是更快的把我們角色出出來喔 應該是這個意思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派出骷髏兵來解一下 我們這個野豬騎士 那目前來說的話 比較好的事情就是因為 我們巨人是擋得住一切攻擊的 所以這邊的話 扛住攻擊之後呢 馬上繳一個哥布林木桶過去喔 看一下能不能造成更多的傷害這邊的話 他們繳的骷髏海之後呢 繳個萬劍穿星 好 這邊的話其實是因為我們後面有獵手 所以基本上那個骷髏海就直接被我們解掉了喔 那目前來說我們已經取得一塔了 一塔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來穩住陣線 應該就可以取得第一勝囉 那所以基本上後來玩的久之後呢 大家也給我一些意見之後就是 巨人的話呢 就是你坦克後面的話 一定要搭配一些小兵喔 就是 讓他後面就是比較有一點輸出 這樣巨人的話才會比較容易走到後面去 包括骷髏巨人啊 或是我們的巨人 或是我們的那個大皮卡都是喔 就是後面都要有一些輸出手 這樣會比較容易的讓他們走到對面去喔 尤其是骷髏巨人 因為骷髏巨人的話一定要走到塔前 這樣才有比較實質的效益喔 因為他只要死掉的話 那個炸彈其實炸到塔是非常痛的 那我們後面的話就加一隻獵手喔 那這邊扛住攻擊之後呢 我們就發出一個哥布林飛桶喔 那感覺這邊的話他應該是放棄比賽 因為他不想操控喔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全部給他印嘛 OIN 直接印下去喔 應該就可以取得我們的 一階戰場的第一場勝利啦 其實還算不錯 而且這個的話是蠻多推薦 觀眾推薦給哲平就是 這個會打不出 這個會比較打出一些實力啦 因為大家的卡片都是一樣的 就沒有那種比較恐怖的敵人出現了 因為最近的話哲平就是遇到 超電磁砲啦 還有什麼那個雷電爺爺 還有冰法爺爺啊 基本上就蠻恐怖的好不好 OK 這邊順利的取得我們一階的第一場勝利啦 那再來挑戰一下第二場吧 那基本上就是 後來的話 哲平也是會慢慢等別人出什麼 才會出什麼 因為其實我有時候都會等我們滿水的時候才出喔 那我後來發現就是 你可以去預測一下 就是對面那些敵人過來之後呢 我們會花多久時間可以把他打死 那把他打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那個塔把他打死 然後用那些時間來存一下我們的水費喔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這邊的話目前對面是沒出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這樣 然後 再把我們的巨人出出來 這樣應該就更穩定一點點了喔 因為這樣的話 我由我們的小皮卡去擋住喔 這邊的話呢 用我們火球炸一下我們的那個巫女喔 OK 女巫 阿 被通了一下 基本上是沒有死 我會滿可惜的 這邊的話 居然是去打旁邊的哥布林的房間了喔 那打了房子之後呢 應該是會死亡 我們這間時間的話 因為我們就知道他一定會死亡了 我們就先不要耗費太多的錢喔 我們這邊的話 先開一下這個 然後再開一下我們小皮卡 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要先去知道就是 怎樣解會比較 讓你的塔的血量就是損到最少 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像這樣的話 如果剛沒有解騎士的話 沒有解王子的話 我們大概就喝喝去了好不好 這邊的話 先用我們這個 骷髏海來解一下 我們這個哥布林木桶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算是比較虧的狀態啦 那這邊的話 我們也丟個哥布林木桶 因為他至少已經把萬劍解掉了 丟過去之後呢 他這邊是出了飛龍 不過應該可以打到兩下 沒問題 再衝一下 啊 順利的捅掉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我們應該是會用我們的巨人 然後把他們兩隻拉掉喔 因為這邊還有一隻小皮卡 小皮卡的話呢 就用巨人然後扛著那個傷害 然後讓我們的塔去射他 那下一隻的話 再看一下要用誰喔 這邊的話 應該也是繳一隻小皮卡 去跟小皮卡互砍 好 砍之後呢 應該就沒問題了 可是這邊的話 我們也是扛了很多下的那個龍的傷害喔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這場的話 可能就比較 拿麻煩打一點點 因為這場的話 對面感覺掌握得還蠻好的 而且這邊的話 他們有哥布林小屋的話 基本上就是 很容易就可以 就是讓我們這邊的人去打他喔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這邊的話呢 用我們的哥布林 然後再加上我們獵人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 喔 這邊是剛好遇到了騎士喔 這邊騎士的話呢 這樣的話 感覺一個火球可以把它炸掉 應該是還好 好 炸到 炸到之後呢 這邊的話 再解一下好了 喔 我覺得這邊 哇 兩滴血 應該要爆了喔 好險喔 這邊是順利的直接過去了 那這邊其實他用弓箭再射我們一下 或是用火球射我們 就差不多要GG了喔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這邊看盡可能的 看能力採一個塔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用哥布林木桶 就還蠻好防守的啦 所以這邊的話 還蠻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的話 是可以用我們哥布林木桶 應該還不錯 這邊的話應該是會爆塔 爆塔之後呢 我們就看一下 能不能再順利的過去喔 因為這邊的話 其實還有是有機會的喔 我們就先試試看 那邊的話就讓他打好了 這邊我們就努力的往這邊攻擊 因為我們右邊這邊 一定是要有一點點守備的 這邊的話出骷髏海來擋一下我們王子喔 希望他的那個 希望他的萬劍是還沒好啦 如果海好的話就麻煩了 哇 這邊 可能這場要輸了 這邊的話呢 就可能是因為 他這邊多了哥布林小房子 就是比較好來擋我們一些攻擊 那我們水備的話 可能是花的太多在我們士兵上面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這場要 輸掉啦 那不過我們這個一階經濟場的話就是 他可以一直讓你打一直讓你打 就是你會贏到三勝之後才會開二階 那他不會再掉階喔 所以基本上 就是努力來打兩場喔 就是把他打獲勝 應該就可以空過了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再打第二場喔 看一下能不能取得我們第二場勝利啦 那第三場勝利的話 哲平在私底賽把他打贏 看一下你明天有沒有錄我們二階經濟場囉 再來打吧 Let's go 那基本上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大家的排行都差不多喔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拼看看 誰比較會私放啦 這邊的話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點了 先派出我們的巨人 成敵 這邊的話對面是派出我們的騎士囉 那騎士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用我們的小皮卡來擋的喔 應該是沒問題 先用我們的那個 先用獵人來射我們的女巫好了 好 射掉之後呢 結果是被他射掉了喔 我們就要一隻小皮卡來砍一下好了 好 沒問題 應該是可以砍掉我們的騎士喔 好 砍掉騎士之後呢 讓小皮卡去擋之後呢 我們馬上發射一個那個哥布林木桶喔 剛好算準時間 應該是可以棍隊過去的 好 應該可以捅了幾下 好 捅到一下 哇 兩下 轉 這邊的話呢 連同我們的那個哥布林木桶 一起來解一下喔 這邊的話呢 就用我們的這個 哥布林投資手來解這群骷髏海 哇 這邊的話其實這幾場打得都非常的驚險喔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的能力還不夠 那麼厲害 不過對面的話感覺都非常會玩喔 這就是我跟大家的差別啦 感覺就蠻緊張的 沒問題 這邊的話再派一隻沉底巨人出去 這邊旁邊又派出了我們的那個騎士喔 那這邊的話 先用我們的小皮卡解一下喔 感覺解不了耶 解不了的話呢 我們這邊再用我們的骷髏 喔 剛剛是躲避了他的那個射擊了 那目前來說比較麻煩 就是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對空的角色是比較少的 所以如果要真的防守我們的黑龍 飛龍的話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這邊看一下能不能配合我們的 巨人來毀掉他右邊的塔 應該是沒問題喔 因為他基本上沒有在防守的 沒有在防守的話呢 那他右塔基本是要送我們喔 還沒問題 這邊待會的話再繳一下我們的那個 萬劍穿青 基本上就OK了 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對面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給我們的哥布林 木桶等級算是蠻高的 因為劍塔必須要射差不多三下喔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他這邊應該是沒有要守那邊的意思了 因為這邊的話他也知道 那邊基本上要拱手讓我們囉 好 這邊的話再用我們巨人擋一下喔 沒有要嚼我的骷髏海 你預測錯了啦 好 這邊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了 那我們就來搞一下左邊吧 揍到一下 沒問題 你揍一下就完完全全OK 那這邊應該是可以直接射一箭就死掉了 沒問題 那待會的話呢 就先把他的那個女巫放過來一點點 然後這邊又是野豬騎士喔 又是加一個那個木桶 就這樣接吧 好 這樣子然後獵人解一下我們的飛龍喔 因為 我覺得其實我這隻沒有帶上飛龍比較麻煩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沒辦法對空喔 沒辦法對空的話這一點 可能就真的是比較麻煩一點點了 讓我們的球塔去扛一下女巫的傷害 這邊解一下萬劍 然後就來 繼續打我們的 巨人攻勢 我覺得他應該會繳萬劍喔 沒繳萬劍的話那就是這邊啦 好 獵人的話可以解飛龍 然後再繼續往左邊左路攻擊 再派多一點的哥布林投資手 我覺得他待會的話應該還是會繳那個 又是骷髏海啊 沒關係巨人還是可以去揍的 揍多一點巨人 這邊幫你炸一下我們的飛龍 炸多一點啊 這邊的話應該他應該是可以直接把他揍掉 沒問題喔 直接陷勝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這邊的話 因為大家那個排型太類似 而且基本上 對面的話很喜歡用那種就是 王子再加上野豬騎士啦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少一隻突進的話 其實是非常難應付喔 因為基本上我們是沒有放上 我們那個 野豬騎士跟那個王子的喔 所以就是會比較 麻煩一點點啦 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如果大家可以用 用看我們的王子跟那個野豬騎士 應該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囉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打到這邊啦 那今天一階競技場的第三場 勝利的話 哲平會在私底下把他打到手 那如果順利的話呢 明天就可以入我們二階的競技場啦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哲平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 ***